只是說對底下的業務員講的話 最近實務判決有討論到一些情形 像是說 我們可以先看最高法院96年的判決 他是說被保險人 對於保險業務員的書面詢問 他有據實告知 但是這個保險業務員 他為了賺佣金 為了能夠讓這個順利通過核保 所以他今天 他去填妖保術的這些詢問事項的話 他沒有按照 那個要被保人的意思去填 然後後來被抓包之後 保險公司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要被保人 有違反據實說明義務 所以我今天要主張解約 但是今天這個情形是說 我今天你要被保人一開始 我今天對你的業務員我有據實說明 那為什麼今天這只是業務員的個人 這樣一個行為 然後就可以 保險公司就可以主張解約 那這樣不公平 所以法院的見解是說 你今天只要這個義務人 對於這個業務員 如果有違據實說明的話 就認為說你這個 這個據實說明的義務 你已經有履行了 所以保險公司不能出去主張解約 等於說你今天這個業務員 對於保險公司來講 他就是一個手腳 一個言耳 跟保險業務員講 就代表保險公司已經聽到 我已經知道了 好 這是比較以前的一個判決啊 那最近是有一個判決 是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台灣高正法院103年的判決啊 他是說被保險人啊 他是聽從保險業務員的建議啊 也就是說業務員告訴這個 要被保人啊 就說你這個書面詢問實際上 你要怎麼填 那今天這個鵝 要被保人他就這樣照填 結果被保險公司發現說 你今天裡面有那個鵝 你沒有為據實說明的這樣一個情形 那如果今天是 要被保人 他是聽從保險業務員的這樣一個建議 而為不實說明的話 那這樣子有沒有違反據實說明義務 這個法院認為他沒有 他這個最高等法院他沒有去 正面去去處理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判決 他基本上他是在處理保險公司 跟保險經紀人之間的一個糾紛啊 因為今天他裡面的這個保險業務員 他是保險經紀人的這樣一個業務員 他是保險經紀人的業務員 那今天因為這個 保險經紀人的這個業務員啊 他告訴這個 這個腰保人啊 去做一個不實說明 然後結果事後被保險公司發現 然後保險公司去解約 那今天去解約的時候 這個 所以就導致這個 保險經紀人跟保險公司之間會有一個糾紛 也就是說我今天保險公司 去依照跟保險經紀人之間的一個契約關係啊 去主張這個契約的這個損害賠償的一個問題 他並不是在處理保險法第六四條說保險公司到底可不可以解除契約 因為今天他這個案例裡面是說我今天保護後 就是說這個腰保人他事後因為被他朋友告知說 你今天聽這個業務員的這樣一個建議去做這個填寫 就有可能違反句子說明義務 所以今天這個腰保人啊 他很老實地跑去跟保險公司去講有這樣一個情形 然後結果保險公司知道有這樣一個情形之後 他也去解約了 然後腰保人沒有什麼意見 那後來這個保險公司就去跟這個保險經紀人去打官司 就說你為何要告訴你保護 要叫你保護這些這些事情 要叫他去做一個不實說明 所以有違反他們之間的這個保險經紀的這樣一個合約的一個約定 所以保險公司去向這個保險經紀人去請求這個損害賠償的一個訴訟 所以這個判決裡面他們並沒有去正面去處理保險法第六四條的這樣一個規定 但是他有隱隱約約有透露出說 如果你今天被保險人如果去聽從業務員的建議而為不實說明的話 他是有可能會構成違反六四條的規定 所以這邊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底下的今年的台大法院 是不是有看到這樣一個判決去做一個設計 所以我今天就會有把這個103年的這個判決 有摘出來給各位去做一個參考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今年台大法院的這樣一個題目 他是說假他透過這個保險經紀人 向這個保險公司去投保這個受險附加傷害保險 那他在投保時去填寫這個腰寶書的時候 這個假跟這個業務員跟這個保經的這個 跟保經講說我其實在過去的時候我有因為健康檢查 被診斷說我有糖尿病的一個前期 只是說醫師認為我只要改變生活習慣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做一個服藥或者是做一些其他治療 然後今天這個保經啊 他可能是為了說我要去順利去成交這件業務 順利通過核保 所以今天這個保經就跟他是說啊 如果你今天去做一個句子填寫的話 你可能你今天這個七月間你會過不了 那所以你今天就是說 雖然就是說醫師都已經講說 你今天沒有服藥的這樣一個必要啊 那所以我今天我就說你只要舔正常就好了 就不要節外生殖了 所以今天這個假他就聽從這個業務員的這樣一個建議啊 他都就沒有把這個他其實患有這個糖尿病前期的這樣一個事情啊 據實告知這個保險公司 只要只是說後來因為他發生車禍而導致骨折 你也知道就是說糖尿病的這樣一個患者啊 基本上傷口都很難癒合啊 所以後來就是這個兒住院的長達三個月才出院 然後後來發現說你今天的 因為住院會這麼久就是跟你的糖尿病有關 所以今天這個兒去請求醫療保險給付啊 那保險公司當然認為說 你明明就患有糖尿病前期啊 你當初沒有跟我講 所以我要主張解除契約 就引發了這樣一個爭議 好 所以面對這個題目的話 他主要會涉及到三個考點啊 第一個就是所謂保險經紀人的定位啊 保險經紀人的規定是規定在保險法第九條 其實像是這些腰保人或被保險人 然後受益人保險人以外的這些其他的一些保險輔助人的這些規定 重點通常會集中在這個兒醫室啦 就是說你醫室裡面去考你這個兒法條規定的這樣一個內容 好 那保險經紀人他到底是什麼樣一個地位 我們一般來講保險契約法律關係的雙方當事人是誰 邀保人跟保險人 好 那保險法第八條裡面他還有提到一個保險代理人 所謂的保袋啊 保袋是誰 保險代理人是誰 他顧名思義就是保險公司的代理人 等於是說我今天是保袋去代理保險公司 去跟邀保人去簽約 但是契約關係還是存在誰跟誰之間 邀保人跟保險人 這個你們用民法的一般的代理的關係去理解就可以了 好 那什麼叫保金 保險經紀人你們可以看一下第九條啊 他說經紀人他是指說基於保險 基於被保險人的利益啊 去幫這個邀保人去跟保險公司去洽定這個保險契約 然後提供相關的服務來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 好 那你會覺得是說今天這個保袋去代理保險公司去跟邀保人去簽約 保袋會不會有佣金 保袋會有佣金喔 這佣金是誰寄付給他的 保險公司 因為今天保袋對於保險公司的意義在哪裡 他可以擴大他的經營業務範圍 我可以在各處設點 反正設立的成本也不高 好 那今天保金 按照第九條的規定 他也可以收取佣金喔 他也可以收取佣金 但這個佣金是誰給的 其實法條上面沒有特別講清楚 到底是邀保人給保金 還是保險公司 其實法條上面沒有特別講清楚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說 實務上都是保險公司給 呃 我看 你 你們 我看 好